我注意到,北京似乎對香港政策畫了一條底線, 這條底線是不直接出動解放軍, 但在這條底線之上,北京是會縱容免許各種各樣的暴力來處理香港的示威群眾, 為何我有這個感覺,8月7日深圳會議是一個很重要的會議, 我詳細分析了與會的講話和會後的報導之外, 我又得出了一個結論,就是北京不會明正義信出軍隊, 因為這樣對北京的形象是很差, 但是在不出動政規軍這個大前提下, 他會允許利用各種體制內、體制外的暴力, 什麼叫做體制內暴力呢? 體制內暴力就是縱容警隊更加使用暴力, 所以你看八七會議之後,警隊修改他的指引, 指引幾乎可以說開槍, 你開槍本來是你的責任, 原來的指引是你個人要負責任, 但是現在改修改為你個人的判斷, 換言之將開槍的道德上的障礙移除了, 警察說我判斷是可以開槍就開槍, 援助級的人已經公開要求可以用實彈, 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八七會議, 八七會議的精神就是容許你用進一步暴力, 除了體制內暴力,警察是體制內暴力, 除了體制內暴力之外, 還會縱容你體制外暴力, 何謂體制外暴力呢? 體制外暴力就是黑社會, 好像福建幫那樣, 號召鄉親去香港打群架, 這就是體制外暴力, 你說沒有中共的縱容, 怎會有幾百個福建幫走到來香港打架? 我們知道台灣法輪功的學員要來香港參加遊行, 香港政府也有辦法查到他們, 然後去諸門外, 為什麼這麼多福建人, 應一些福建社團的號召來香港, 準備打架的時候, 你香港政府不能夠將他們拒之門外? 你中共的邊防不能夠將他們拒之門外?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看到就是縱容, 縱容體制外暴力去鎮壓這些示威的人士, 所以我覺得今後他都會遵踏一條路線, 就是說北京一定不會出解放軍, 但是會動用很多體制內體制外的暴力來幫忙鎮壓, 甚至乎更加出格的做法, 就是分分鐘縱容一些, 或者不是縱容, 分分鐘是組織調動一些內地的武警, 走來香港協助執法, 協助鎮壓, 這件事我們唯一能夠解釋到, 就是為什麼會在那些黑,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 和民主黨的說普通話的人, 如果不是那麼多內地的人在香港, 運到香港警隊時, 你為什麼要在香港警隊說普通話的人, 這個已經不是一次半次被記者拍到, 只是很多次被記者拍到, 首先講為什麼中共, 為何用它一百天都不去鎮壓下去 香港始終是一個國際的城市 跟大陸很不同 大陸可以關門打狗 關門打狗時你怎樣打呢 外面不能說你 但是香港是一個國際的都市 全世界很多國家的人在香港有它的 所謂State 大家都有它的持份 在香港都是持份者 變成不能夠用關門打狗的辦法 來處理香港問題 是吧 一次其一 還有就是 譬如 中國現在面臨要和中美達成貿易協議 川普 川普早前已經多次拿香港來做一個談判籌碼 中共為了解決它中美談判的問題 它不多不少都要在 如果川普拿著香港來做籌碼的時候 它不多不少都要有所集計 我這裏解釋了它為何會投鼠忌器 不可以用關門打狗的辦法來處理香港問題 另一方面 香港可能還可以抗爭下去呢 因為大家看到 從回歸22年來 香港提供了一個很典型的案例 就是說一個本來是自由的社會 可以怎樣被改造為一個半自由 甚至自由急速萎縮的社會 這件事就是可以踩到香港的底線 香港對民主一定很熱衷 但對自由對法治是會很緊張的 是會保護自己的眼睛來保護法治和自由的 現在你看到林鄭這件事就是 將兩制之間的防火牆拆了去 直接影響到我們很珍惜的自由和法治 所以踩到每一個人的底線 你看看反送中運動開始的時候 你這樣的建制派都不敢站出來支持林鄭 為什麼呢 因為建制派都看到 他雖然政治上是靠大陸 但是他都生活上工作上 都很珍惜香港這個自由和法治的環境 所以這22年來回歸之後 我們感受到我們的自由是一日一日收縮著 我們法治的情況是一日一日退息著 那時候大家積累了22年的觀察 大家會覺得應該奮燃起來抗衡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就是 因為覺醒了公民社會 對一些極權粗暴的政權 是有一種天然的抗拒 這種天然的抗拒 令到我們能夠支撐這場運動這麼久 而始終是不折不扭的樣子 你看現在儘管中共要盡力抹黑這場運動 說什麼顏色革命、恐怖主義 但是現在大多數市民對勇武派 並沒有出現他們想期待的國籍 並沒有出現那種所謂的民意逆轉 他們想期待的民意逆轉 所以我覺得解釋了這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香港還可以很堅定地去支持 這場這樣的抗爭運動 至於將來會怎麼樣 我不知道 但是中共似乎已經有一個策略 就是消耗你香港 為什麼我會這樣看呢 因為我聽過一些和中共有接觸的人 他們不約而同用一個字來營養 這個字就是消耗的耗 那些朋友都說 他們說中央現在很多的看法就是 讓你耗下去 看你能耗到什麼時候 都是用耗這個字 就是說它上面可能形成的方針 就是反正你香港不影響到我這個中國大局 我就看你怎樣去消耗你的鬥志 消耗你的資源 消耗你的民意的支持度 你去搞得多 就是民意可能厭倦 或者可能對你的暴力的升級是不滿 慢慢等民意消耗之後 你自然就省了 所以我覺得 我從一些和內地有來往的朋友 不斷提到讓你耗下去這個表述 我看到可能這就是上面的政策